我今天沒有準備任何的投影片 我們在場我們所有台美人 各位熱愛台灣 熱愛民主 支持民主自由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戴偉山 我也是新北市議員 那很開心可以再一次來到LA 來參與我們的盛會 我想每一次的這個夏令會都非常棒 去年偉山也有來啦 去年是因為這個選舉年 所以我來到LA來做這個 信賴之友會的這個成立大會 我想要問一下 那天給我一點很 我的天怎麼再給我贏一下 欸幾乎都在的欸 哇這九成九都在現場 好感動喔 所以我現在要在這邊來代表 我們的賴清德 我們的賴 我們的賴總統 還有我們的卓主席 來跟大家致上最深最深的謝意 因為真的是不簡單啦 大家都知道其實這一次選舉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是撒卡都 所以我自己在當發言人 大家都知道 那個炮火四射 如果是一對一的選舉啊 我們就很容易抓到對手的tempo 我們大概會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招啊 會有什麼樣子選舉的節奏 欸可是撒卡都 我們又是領先的狀態喔 你真的不知道這個案件 從哪裡射過來 民間案件都一樣 所以這次的選舉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 也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作為發言人 大大小小都在辟謠 尾山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選區是在板橋啦 板橋是誰的選區 大家知道嗎 葉原機的選區 葉原機的選區 柿子要挑軟的吃 要罷就罷 葉原機的選區 對 你們說的不是我說的 我們作為發言人 我們不能夠挑起這個罷免的戰爭 好不好 我們確實也看到現在的國會這個亂象 真的很多啦 我想我們在去年在選戰的過程中 我們不只擔心這個總統大選 我們更擔心立委的選舉 因為我們知道國會一旦沒有過半的話 哇這個未來的狀況很難以想像 我想現在的狀況 比我們當去預想的還要更難以想像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的手其實是伸進來嘛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中國人的這個代理戰爭 其實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點點香港話的現象 那當然台灣的民主非常的強韌 可是我們要知道 中國是怎麼把香港搞壞的 首先他們就是把這個手伸進這個建制派嘛 想辦法掌控這個議會 所以香港的民主化的這個民主派 從來就沒有真正的過半過 可是以前至少他們還可以發聲啊 說一點這個民主派的想像啊 甚至會寄託一點點民主的希望 欸可是中國怎麼可能希望民主呢 尤其習近平上任之後 我們知道他就想要當皇帝嘛 很明顯 所以後來在最新的這個香港的大選裡面 建制派是很早整個香港議會 變成百分之百都有他們掌控 那台灣有一點點類似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國民黨是他們的代理人嘛 我們看到選完 傅昆琦又帶著好多立委就到對岸去了 然後回來就開始要打開台灣的各項的門鎖 想盡辦法一定要讓台灣可以這個 讓中國可以長驅直入 你看最近他們要修這個國安的五法嘛 或者是做前坑法案啊 做這個花蓮花東三法啊 要把全台灣兩兆的預算 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社會福利的預算 投入在這個裡面要讓台灣的財政崩潰 甚至我們看到Puma 他提一個立委附中要管制的法案 在程序委員會被封殺了六次耶 這個是不得了的事情 以前我們民進黨是國會多數的時候 我們都認為民主就是要好好討論 我覺得不會再程序委員會封殺你的提案 我好歹讓你進到委員會 充分討論之後我們再送大會 我們剛剛講到罷免嘛 國民黨最近在做什麼呢 在做罷免的修法 啊因為他們也知道 如果我一直要提這個罷免修法很丟臉嘛 好像我為了謝國良 我為了業員資 我要把這個門檻修得比較高 喔所以他們很聰明耶 他們最近的方法是什麼 把法案直接抽出來 進步二讀 就是我在委員會 不要討論了啦 動起來動起來 隔了一個月後 他自動就會在大會出現 就舉手表決了 請問一下誰的手比較多 國民黨的手比較多嘛 所以他們很聰明 用這個方式讓大家慢慢忘記之後 他們還是想要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修所謂的選罷法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1994年的時候 就曾經有修過選罷法耶 那時候是誰修的呢 也是國民黨把門檻修得比較嚴格耶 那個時候是怎樣 韓國瑜跟四個 那時候韓國瑜第一次被罷免 韓國瑜跟其他三個立委 說要支持何能 反核人是好生氣喔 跳出來說要罷免 結果那個時候是大選區嘛 現在是一對一的小選區 以前是一個大選區 然後選好多席 所以那時候的罷免門檻很高很高喔 大家知道說韓國瑜那個時候得到多少的罷免票 猜猜看 大選區的立委時代喔 我們想想看啦 高雄市長這種行政區一對一 他拿到九十幾萬 立委喔 你覺得他拿到多少萬 38萬 欸賓狗天哪 我們一樣是太讚的 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沒錯 37.8萬等於38萬 這麼高的一個票數 有把它罷掉嗎 沒有耶 因為國民黨那時候把它修法 修得比較嚴格 所以沒有罷成功 現在又要再來一次 又要保護那些可惡的 沒有讓台灣的民主進步的這些立委 所以我們會看到其實民主就是這樣啦 一關過一關 曾經沒有罷掉韓國瑜 但是在市長曾經被罷掉現在做回立法院長 欸這個好像又開啟了這個 這樣的一個很紛亂的時代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 民主真的是有韌性的 大家都有眼睛啦 大家都有眼睛 在三十年的這個歷史過程中 其實尤其是我們現在的下一代 雖然大家擔心好像小草很多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耶 這是上最多公民課的一個時代 我現在是教改德的第一屆啦 我是1990年生的 我叫凱定屆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有很多的公民課 大家會知道我們知道說 欸政府是什麼輪替啊 怎麼投票啊什麼的 那現在小朋友其實上的更多 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有這麼容易被洗腦 當然剛開始一定會有一點不同的想法 可是我想經過這段時間 大家也慢慢看出來 白銀現在跟藍銀就是在唱雙黃 白銀不敢講的這麼多 可是實際上你看黃國昌的所作所為 十年前在太陽花的時代 他是那時候的領袖耶 往前衝說要反紅媒也好啦 反中國也好啦 都講得正正有詞 現在跟國民養黨站在一起 所以其實那些支持者也都看得懂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民調 民進黨的民調喔 從這個百分之三十 直接突然拉升到百分之三十七耶 突然上升七趴 這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人來講說 政黨的支持度要上升非常困難 短短一個月上升七趴 代表我們的民意支持度直線上升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呢 往下摔了七個百分點 一個摔了六個百分點 通常都是有重大事件 才有辦法去看到這個民調 有這麼大的轉折 所以我們反過來看 就是他們現在所作所為 是不被人民接受的 小草也會變成回頭草 我們需要更多的是更多的溝通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一盞燭火 都是一個燈火 都是一個希望 我常要說多溝通 不是說要找你跟他吵架 吵架是沒有用的 有時候我們跟我們小朋友溝通 你越硬他越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要講的是真相 我們把事實講出來 真相永遠是力量最強大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久了會分辨 我是一些回頭草的朋友 他們說為什麼他們最後回頭了 他說他也沒有去跟人家吵架 他就是慢慢在網路上 看大家的發文 他兩邊都看 看看就他覺得 好像還是我們說的比較有道理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這樣子經過之後 還是代表我們交友溝通 每一個人都願意 多畫一篇文 多說一些話 我相信很多人自己會去判斷 會潛移默化 我看我的時間快要到 想給我畫圈圈 我們心肥的議員 我們在這個 林口區的議員 我簡單補充幾個故事好了 因為我剛剛說 之前是這個賴清德的 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我想要分享幾個小小的故事 也順便來辨謠一下 大家可以把這些故事都說出去 我們都知道選舉的時候 就是賴清德的老公家被打得很慘 好 我們就當發言人 其實我們都知道 這個房子真的就是沒有問題 因為那你怎樣說 這個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礦區消滅之後 地方政府沒有作為 所以讓這個土地沒有變成這個 改變成這個相對應的土地使用分區 讓它變成是一個灰色的地帶 結果國民黨亂講 就一直罵他 那後來又說什麼 你不是說要做這個 所謂的這個 要做去銀行啊 要把它做相關的 這個叫什麼 信託 大家都 我一定想不起來 信託 公益信託 我要告訴大家 他們在追蹤說 我們有沒有做公益信託 我要跟大家說 真的有 我們至少 在我選完那個時候 我們找了三家銀行 我們真的有去信託 可是信託沒有一間銀行要乘坐 為什麼 因為太便宜了 我們要知道 那個房子的市價 市價只有107萬 公告限制只有17萬 沒有人要做 太少了 沒有人要做 所以不是故意的 再講一個小秘密 我們的賴總統 甚至要想要再多加碼一些 加碼比公告限制還要多的 去拜託銀行乘坐 銀行還是說 這沒辦法 這個公益信託我做不了 真的不會賺錢 這個信託沒有用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不是沒有努力 我們真的找了很多銀行 我們持續還在找 那他的承諾不會忘記 那最重要的是 礦區的這些居住正義 我們持續要做 所以內政部現在也公告了 全台灣有 主要有六個縣市 有比較多的礦區 我們要重新去處理 當地民眾的居住正義 那新北市 我們作為新北市的議員 包含我們的 吳冠廷 還有我們台下 所有我們的議員 我們都會來追蹤 因為居住正義 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信職金三萬里的議員 的後面 他們那邊就是最多礦區房子的議員 我們都要讓大家有辦法 有一個好的居住正義 要房子有辦法修善 所以這個是我的小小的故事 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說 我們真的有在做 那反觀我們的對手 侯友宜 我們七月一號才修會 多少家序庫 我們總諮詢 本來想要嗆一下侯友宜說 你的那個大巡館 到底有沒有做社會住宅 你們覺得有嗎 沒有 沒有 我們假裝打電話 哎你好我是學生 那個聽說有社會住宅 可以租嗎 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社會住宅 之前侯友宜承諾的50戶 沒有東西 是零 我們打電話去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就是不一樣 國民黨弄騙的 我們民進黨雖然會做不好 可是我們會檢討 我們會改變 所以要相信民進黨 相信賴主席的帶領 相信我們賴總統帶領全台灣 一定會走得更好 小小的補充一下 最後的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跟大家做個信心喊話 我跟冠婷現在都會參加中場會 就每週三都會開會 那賴主席連續三週都跟大家精神喊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國會真的很亂 大家都很擔心 他跟大家說 我們不要學國民黨提那麼多的肉桶立法 我們不要學國民黨一天到晚開支票 我們要把立場站得穩 我們也許舉手會輸人家 可是我們在論述上 我們一定要贏 因為我們一直說出對的事情 民進黨的票是怎麼來的 絕對不是因為我告訴你 我可以給你多少好處 而是因為我們有理念 我們有價值 我們對未來的台灣有更多的想像 所以希望每一位委員 都能堅持下去 在立法院為全台灣的人民發聲 這就是我們的賴清德 我們大家選出來的賴總統 我們在遙遠的我們的美希 為他一個大大的掌聲好嗎 好 難道後的特典 讓你整個男孩 一直堅持下去 台灣一定會勝利 楊翔樂宇謝謝大家 謝謝